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天前往西北部的甘肃省,那里发生了泥石流,导致至少127人死亡,大约2000人失踪。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星期六夜晚到星期天凌晨,甘肃一处以藏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发生了由强降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至少有一个村庄被彻底掩埋。 当局表示,周曲县的一半地区被水淹,受灾人口至少有5万人。 新华社说,政府派遣了医疗队和近3000名士兵前往灾区。 新华社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敦促有关部门要千方百计救人。 今年中国很多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已导致1000多人丧生。